可能的力量广泛宣传 坚决不买不用这些雄胆制品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在这个维莫街间 对三成人出禅 禅嘛就是陈老 陈王的陈老的丑林 像那个极密的树林那样 是如来总 江明大四 维莫进君子说 陈老这个丑林 就是如来的总性 从这里 出生如来 这一很深 从烦恼 沉老 这里头 出生的如来总性 说莲花是生在淤泥里头的 这么个含义了吧 我举个例子 就像火纵生莲花 火里头怎么能生出莲花呢 火里能生莲花 那又太稀有了 说没有啊 不可能啊 说 第六地的菩萨 除了 除了 禅了 没有 否 说进入第七地啊 进入 进入了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 所以此地啊 极飞眼也飞尽 双飞 都是这种含义 金刚丈菩萨又在重说 在深入地说 否则 金刚丈菩萨 从谢多月的菩萨说 说此地七地的菩萨 禅超过多的贪等 住烦恼中 禅超 超已经到了顶点了 超过很多那些个贪 陈词 贪等 就是居住很多的 这烦恼 那么住在第七地了 他超过了 不明说的 再有烦恼者 不明有烦恼者 说是没有烦恼了 那没烦恼就是无烦恼了 不能这样说 不明无烦恼者 不明有烦恼者 不明无烦恼者 住在第七地的菩萨 不明有烦恼者 没得烦恼了 那没得烦恼就该说无烦恼了 也不明无烦恼者 两头都有 何也过 为什么这样说 什么原因 一切烦恼不现行过 所有一切烦恼没有现行了 这不叫有 不能说有烦恼 不现行了吗 没有现象 其次呢 求入来的自信 还没满 不明无辙 有烦恼是因为的现行不现 无烦恼是因为自信未满 就在这个中间 这个答复的很明显 金刚丈夫的答复的 为什么说他 不算究竟清净者 因为他没得烦恼了 没得烦恼应该算清净者了 因为他不现行 不现种子还可有 不明有者呢 就是如来自信未满 未满就习气还没干净 不明无 但是没得现行 出地 只能说不死度满 没有贪心 超过贪心 二三地 没有称心 引波罗 没成就了 不许称恨心了 三地的菩萨超过词 没有预词 文法 圣洁 书上 四地菩萨 没有五地菩萨 没有五地菩萨超越 印什么法不疑惑 超越 有的正在真理论 聊的替过 六地菩萨入了波罗智慧 一切之间 全是正确的 政治正见 你不知道这关系吧 我们政治正见 到齐地菩萨 这些个贪嗔痴 都没有了 现行全没有了 那些烦恼的现行 全没有了 但是没有佛的志 佛的愿 还没有圆满 还没有启动 所以说 极不明言 也不明静 有种的 到齐地菩萨 夜清静了 定书圣了 圣三昧 夜清静 夜清静 就是圣夜清静 因此 这叫齐地菩萨的 果位之中 齐地果位之中 所显现 佛子 就是金刚 丈夫的口吻 跟薛德月说 菩萨诸此地齐地 菩萨诸在这脾气地说 以身静心 身心清静 就是身清静心 成就深夜 就是深夜成就 成就雨夜 成就一夜 就是身口一三夜 所有的一些不三夜道 反正如来和说 说呵斥的 他都舍离了 如来所说的善业 他都做了 常善修行 世间所有的 经说 技术 就五帝说讲那些个 自言而行 不假公仲 所以对七地的菩萨 以三千大千岁中 为大明寺 大明寺 威处如来 以八地 以上 八九十地如来 之外 此地菩萨 其地菩萨 是大明寺 除此之外 除了八九十地与佛 其余的菩萨 不论那身心妙恒 到了什么 不能与其地相等 主神三妹 三摩不得 主神三妹呢 就是定力 定力 殊胜 特别强了 三摩不得 是惯例 是智慧 智慧殊胜 乃至产生的 神通的泄脱 接到现前 如说地祈福的 一切神通妙容 但是呢 是修成就 飞入八地 报得成就 此地菩萨 与念念中 具足修行 方便自立 主要的说 是地祈菩萨 修方便散巧 菩提分法 那么 转胜圆满 这全是 性体上说的 性体上说的 到此的 六波罗密 从性体上 全清净了 性戒 三叶境 四间字 就是变得行的 功用 成就了 自身 书上 体书上 言语 生上 一叶书上 一切成就了 那么 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说这个 第七地的菩萨 他的功用 还有他不主 不如第八地的原因 就解释这个 佛子 菩萨住此地 菩萨住在这 第七地的时候 入菩萨 上官在三脉 三脉不地 跟定相合了 就官 是智慧 定 是泄脱 智慧跟定力 全达到 究竟三昧 就是入食的 别意的三昧 有叫散哉意三昧 罪圣三昧 分别 意仗三昧 入食分别 意仗三昧 散住坚固根三昧 智慧神通三昧 法界业三昧 如来成立三昧 种种义仗 生死灭盘三昧 如是当 具大神字 大字 神通 百千三昧 敬自此地 清静 第七地 就是静自此地 再一个 十种 包括自立的一趟 都一切都在三昧之中 别分了 总分就是三昧 这叫如来的圣定 如来的圣定 但是第七地 菩萨 能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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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说 他已经成就了 已经证得了 不是的 能弱 是不是 得此三昧 是不是得此三昧 就是说 因为他要修 三角方便 三角方便 产生了 他所有的作业 利益众生的作业 身同广大 而不犯一点的错误 一点的 那个 眨眼 没有 就是修行 胜入 殊胜的进入 进入什么呢 进入这个三昧 四菩萨 得此三昧 善自 进方便会 方便 三角 会 成就 三能够 调生 他利益众生的 三角 方便会 三角方便会 得到了 大悲 愿力 成就了 超过二层地 得观察 自会地 观察 自会地 三摩 菩提 得了 三摩 菩提 的智慧 智慧地 的菩萨 是指着 八地 无功用 的智慧 这是什么的 咱们经常说 只贯 双运 这个不是得了 这个字 到了这个 智慧地 到了智慧地 所有二层的过患 全层菩萨的过患 他都没有了 对佛所说的 教理的 一礼 深深的一礼 他都能通达 无奈 包括全城的菩萨 经论上 赞叹 颜 道士 其立的菩萨 一切 群生 类 世间 一切 群生 类 少有 一群生 温 一群生 求生 温 道 的 都很少 很少 就是想 了生 死的 换句话说 说 在人生当中 求了生 死 的人 很少 很少 原觉成者 转服上 要是修十二约 原法的 那比这个生 文更少了 求大成者 设西游 求大成教育的法人 那没有了 西游就极少的 也不是说绝对没有 要是游也极少 极少数 求大成 游为义 能谢此法为损难 求大成的 回去还有 要有信这个 信这个 华言经的 这就是华言法吧 说华言法这种说的 为甚难 不说绝对没有吗 这灯也没有了 这一个半祭送 是赞叹的 赞叹 赞叹修 全体菩萨所修的 三昧门的 这种灌 这种子 准少 准少 赞叹 赞叹这个法门 否则 菩萨 菩萨住此地 散尽无量 神业 无相行 菩萨 菩萨 菩萨住在这地 旗上 散尽 就巧妙的 方便的 达到身体无相 这个是 暂尽无量 神业 嫌他 方便道的 输上 这个无相 跟第五地的 不早 第六地不 无相 无作 无愿 三空门 不一样的 所以他 散尽无量 神业 这瓜是神业了 也能散尽 无量的 余业 无相行 就是 神口一散业的 无量业的 行啊 散尽代表 什么含义呢 夏文所说的 是无声 发炎的光明 就是 金刚掌 菩萨说 说菩萨 住在 第七地的时候 他的神与业 都达到 无相 就是得到 无声 发炎的 智慧 谢陀悦 菩萨 他愿意 佛祖 菩萨 从 朱地来 所有 无量的 神与异业 岂不超过 二成 也 谢陀悦 菩萨的意思 这个 佛祖 是尊重 金刚掌 菩萨 成果 前头那个 佛祖 是金刚掌 菩萨 成血头 岳菩萨 说 第七地的 菩萨 不是超过 二成人了吗 超过 二成 凶者了吗 金刚掌 菩萨 也 佛祖 必须超过 不错 第七地 菩萨 超过 二成 一言 但与愿求 祝福法构 非是 自自观察之力 金色 其地 自自列过 一切二成 所不能及 说是不错 超过二成 但是 怎么超过的 说 第七地的菩萨 他是求佛的 圣神法 非是自立 观察之力 他是上求 佛法 这里的含义啊 就佛家 祝 祝同道的 祝菩萨之间 奢寿 才使那二成人 得胜道果 说的二成人呢 二成人他所得到的呀 是因为 佛的愿力 佛的愿力 加持 而他成就的 因为 因为第七地菩萨 他是自立成就的 二成人 所不能及 这样超过的 自修 发愿 愿生 自生 方便 善巧自生 二成人没有 比如王子 生在王家 是王后所生的 尤其是王相 他生下来 就超过一些大臣 生下来 就生一些臣众 但是这也是王的力量啊 因为他生的王家 是我国王的力量 但有王力啊 不是他自己力量达到的呀 要是身一长大 要身一长大 一夜 自己长大了 自己技术 业力成长的 自立超过一切 二成人一种 得佛家词 成就的 菩萨摩克萨 初发心时 自修大臣 他一发心 就发心的时候 发布的心 从发心时候 就超过一些生分度角 这咱们经常讲啊 出发心时 变成正觉 从他发心的时候 就自修大臣 大臣 所以超过一些生分度角 所以超过一些生分度角 以无作 无相 空 三邪 而以这种 来对质 对质什么呢 对质他的三夜了 他这个 无相 是入 二成人入定 也无相 他的入定 是离相 二成人也有 但是不是无量 你对质的不是 他这无相 离相的时候 他是 无量的 无量的 不同于二成 乃至于 所谓的 清静 这个清静 是方便满足 无声 发音的 光明清静 无声 发音的 光明清静 八地 发沙 无声的 发音的光明 在第七地 他已经就能成就了 成就了 进入第八级了 所以 这是辨别说 七地菩萨 超过二成的原因 为什么说他超过二成 菩萨 菩萨住是第七地 说菩萨在住第七地的时候 他得到 甚深远离 无常 无常 无常行 无常常行 神远离 得到甚深远离 无行 常行 常行而无行 翻过来说 无行而常行 常行而无行 常行而无念 什么样 没有知足了 他度众生 不见着做成像了 但是 虽然证得了 空无相 无愿 但是和寻求上道不舍离 这不是断灭的无相 含义就是什么 师父菩萨 随行实际 而不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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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菩萨跟奇地菩萨 一般说 奇地菩萨跟二成的 正德成父国会相等 等什么呢 二成人正 菩萨不正 不同点就在正不正 奇地菩萨不做 无相也不做 离相 见相离相 二成人不求最上的菩提 二成人过 在菩萨上求向尽了 再求向尽 也就度众生 入世间 那他又成了菩萨了 因为他做 他舍离无上道 得提不上 不舍离无上道 不做 也不去正 不去做正 就是所正的的三卸同门 二成也正的 二成是正 弱 不发大愿 差别就是离众生 那么第七的菩萨所行的 是无相的行 度众生 不执着众生在 度众生 而不见众生相 离相吗 这是不同点 寂灭 圣行 二成寂灭 不求圣行 不再前进了 不求理想 谢陀业菩萨言 经文章菩萨说完 谢陀菩萨又说 谢陀业菩萨说完 经文章菩萨又给他答复 这里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怕众生执着 怕后来文法者不理解 大菩萨互相的这样辩论 谢陀业菩萨言 佛子 菩萨从第六地来 能够灭定 能够灭定 灭定 灭去烦恼 灭去生死 不是大定 叫灭尽定 经文章菩萨 菩萨与福祂 菩萨从第六地来 能够灭定 菩萨所能住此地 能够念念入 你能念念起 什么意思这句话上 念念入定 念念可以起定 可以念起定 可以念住入定 入念住 念住得死定 念出出死定 就是死定 大菩萨入定 大菩萨入定 自由自在的 能入 能住 能起 经文含义就说 一般的修定者入定 能入 不能起了 不能自在 入定就入进去了 没有另一个 没有另一个之地 我不想入定了 出定就出了 但是这 这就得大菩萨 我前跟大家讲 那个玄奘法师 库吉大使前世了 他入定了 他不能自在啊 十月莫得佛降生了 他不能去文法了 他还没出电啊 这个例子就是 这个时候 能灭定 能除定 他是自在的 能念念入 也能念念出 也能念念起 而不去正入 如果定了 就因为这个定 是我正得的 就住在定上 故事菩萨 名为成就 不可思议 神与业业 到了菩提菩萨 就能够 自在的神与业业 没有过错 历生 身与业 没有过错 他的前提 六地 应得到 法 自在 六地 就能深入 圆起实际 但是不能念入 奇地菩萨呢 圣六地呢 就能念念入 念念出 所以 七地 圣与六地的原因 就在此 同时 金刚丈夫 说个比喻 打个比喻 比如有神 乘船入海 以善巧力 不着水难 驾驭船到海里去 或者求宝啊 或者打云啊 那得会成船呢 大风大浪 三巧方便的力量 把它度过去 不着水难 其地菩萨 以赴如舌 趁波罗密船 到比难船 行十击海 大海 就问十击海 趁波罗密船 在兴海里当中有 兴海 而不正面 不正入灭 不正灭 不正灭 因为 还有愿力啊 愿力还有度众生啊 一个愿力 还要称佛呀 他自己知道被称佛呀 先说这个法的 它的期限 它的作为 完了深入元体的实际 很没有进入 深入实际 理解的性 正在性体的时候 有出有弱 那像佛呢 没有出弱 佛是常在定 定即是用 用即是定 禅即是自慧 自慧即是禅定 三目即是三目提 三目地即是三妹 定会均等 冠会 也定会 两个期的 定会均等 随自散 戒即是用 戒即是戒 动即是戒 戒即是静 竟即是动 那这个到其的佛呢 他的三页呀 死在了 那就不可思议 佛子 此菩萨得如是三美之力 以大方便 四限生死 而横住涅槃 随眷属围扬 而常要远离 随愿离三界受伤 而不为四法所演 随三昧 随常寂灭 以方便离而昏之眼 随愿不烧 随算佛字 而适入身门匹之佛地 随得佛境界障 而适入魔境界 随操魔道 而现行魔法 随似同外道行 而不舍佛法 随身随处一些事件 而常行一切事件法 所有一切庄严的事 除过一切天 龙 夜畅 前的坡 恶秀罗 加罗罗 锦诺罗 摩托罗去 人 即非人 第四 犯天 死亡党 至少有者 而不舍利 要法之心 这段经文说是 其地不葬 在一切事件上 无作无法自在 泄脱 咱们现在将回向 从第七回向开始 无作无法泄脱自在 上来这一段经文讲的 第七的菩萨 无作无法泄脱自在 第七的菩萨 咱没这个境界 咱是照经上说的 跟大家说 咱们讲讲咱们自己 你找任何事物 你不去执着它 什么你都看得破 放得下 自在 不让人家的音声 行为 说外边种种警戒相 你不是不明白 你清清楚楚 但是你不随它转 不作 不妨 泄脱自在 这三句话呀 咱们讲了好多天了 随时都提到它 空无相无作 和安静清是这类语言 咱们只是语言 明白了 而咱们的行为呀 可就不明白了 真正明白了 咱们就泄脱了 不管正得没正得了 心里非常自在 什么事情 什么困难事情 就不在意 不必随它起烦恼 为什么这样说呢 假设你随得起烦恼 因何问题解决不了 就是烦恼上再将增加烦恼 这有些个人 有的看见是坏事 他就变成是好事 怎么讲呢 我讲讲我自己 住了几十天 几十天监狱是坏事 人生苦难嘛 你不把它当成坏事 但以后出来之后 这个对我的 无作无法泄脱 起了很大作用 在什么苦难 没那时候苦吗 所以你对意识是 看破一点 放下一点 还有当前的病苦 生老病死吗 我九十多岁了 想着死 今天死明天死 不一定了 晚上睡了觉 明天起不来了 死了 死了还不错 死了觉 死了死了死了嘛 他不死不活才难受 我有好多身上 不死不活 难受 你说哑巴 他有时候他不哑了 还能说 不哑巴 现在我就说不下去了 说话音声就不那么好了 他又要哑了 为他苦恼啊 去治疗啊 好多人建议这个 老个儿你看看吧 越治越坏 我很懂得的 为什么 你本来就不行了 都衰败了嘛 老就是要消灭的啊 那空恼什么的 你不空恼 能说就说 不能说不说 听得见就听 听不见就算了嘛 非要勉强 去治疗 要听 空恼 啥子不行了 喝口水就好了 听不见了 就不停 心里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想 想就是执着 是空恼 最后这段经文呢 是不说 这就是上面的 一大方便 大方便 或者三巧 下回再讲嘛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利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博帐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阿翔和老龟 姐 你看那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啊 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啊 不知道那里是在卖什么东西 然而 当他俩怀着好奇心 走进人群后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地上有一大一小两只乌龟 小龟已经被杀 肉被掏空 只剩下空壳 而那只大龟 则趴在满地的鲜血旁 忍不住地流着泪 你们看啊 这只大乌龟 这只大乌龟 竟然还会流眼泪呢 这只乌龟看上去有上百岁了吧 年纪这么大的乌龟都快成精了 它当然会流眼泪了 那只小乌龟被杀掉已经很可怜了 这只大乌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可不能再被杀了 可不是吗 这么大的乌龟 要是吃了真的会遭到报应的 你说的对的 之前我也是有听人家这样说过的 你们说什么呢 凭什么说吃大龟就遭报应啊 难道你们没听说 年纪越大的龟越滋补身体吗 的确是有这种说法 据说那些活了上百年的乌龟 吃了以后对身体特别的好 不过这样的乌龟可是很难买到的 对啊 这样的老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过今天你们的运气好 遇到了 怎么样 你们有谁要这只大龟呢 那你这只大龟打算卖多少钱呢 这只大龟年纪非常大了 很难抓到的 所以至少要卖两千元的 啊 两千元 这实在是太贵了 对啊 老板 你开价也要有个行情的 不能随便开的啊 你们要知道 这可是一只上百年的乌龟 这个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如果在餐厅里 这只乌龟绝不会卖的这么便宜 姐 你带了多少钱啊 啊 阿翔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想买下来救他 啊 怎么回事 我的包包好像有被打开呢 有爬手 真是好险啊 看来爬手 差点就要得手了 你突然伸手拿钱包 将它吓跑了 你可真是幸运啊 要是再晚一点的话 你的钱就被偷走了 这是我刚领的薪水 一共一千八 如果不是你跟我说 要买下这只乌龟的话 那这些钱 今天可就要被爬手偷走了 哼 怎么 你们想买下这只乌龟吗 嗯 可是我们只有一千八 是啊 我们只有这些钱了 你能把它卖给我们吗 好吧好吧 那就这样了 一千八 卖给你们了 你们俩 用那么多钱买下这只乌龟 值得吗 是啊 更何况这只乌龟 也并不一定有多自补身体 你们花那么多钱 不值得啊 我并没有打算吃它 我买下它 是想要救它 你们买下它 只是为了救它 这么说 你们是要将它放生吗 放生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们可以将它放生啊 这样它就可以回到河里 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阿祥和姐姐带着这只大乌龟 来到了河边进行放生 可是奇怪的是 这只大乌龟 无论如何 也不愿游到河里面 它这是怎么回事啊 它好像很不喜欢回到水里啊 大龟 你不想回到河里吗 那你想跟我回家吗 姐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带它回家吧 正好我们家院子里有个大水箱 我们就将它养在大水箱里好了 嗯 既然它想和我们在一起 那就养着好了 有的时候 也可以陪我们玩玩的 大龟 你喜欢这里吗 虽然这里没有河那么宽广 但是在这里 绝对不会有人伤害你 如果你哪天想回河里的话 就告诉我 我会把你送回去的 呵呵 看来 它是不怎么想回到河里啊 就这样 大乌龟便生活在了 阿翔家院子里的大水箱里 通常它会潜伏在水底 每隔二十分钟 才会浮出水面呼吸 不过 只要阿翔一来到大水箱边 它就会浮出水面 游到阿翔身边 发出一阵 咕噜咕噜的叫声 转眼间 两个月过去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声音啊 是什么东西在抓门呢 不会是一只野猫吧 啊 大乌龟 原来是你啊 你怎么跑到这里了 快回到你的池子里去吧 大龟 你是不是想家了 如果你想家的话 我明天就把你送回河里去 那你是想进屋子吗 那好吧 你就到我的房间里睡一晚吧 你就睡在这里吧 大龟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大龟 你快醒醒啊 阿翔 发生什么事了 大龟 大龟他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龟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死掉呢 为了了解大乌龟的死因 阿翔和姐姐 将他送到了一家动物医院 进行解剖 很快他的死因 便被查了出来 你们看 这就是要了乌龟性命的罪魁祸首 这个钩子 卡在了他的喉咙里 最终让他丢了性命 难怪我不管喂他什么 他都不怎么吃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是这个钩子 怎么会卡在他的喉咙里呢 我想 这只乌龟是被人吊起来的 然后那人剪断了吊线 让那钩子留在了乌龟的体内 这些人怎么会这样狠心啊 这两个月来 大龟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那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他的 看得出来 你们对这只乌龟非常不舍 现在他走了 只留下了这个龟壳 想念他的时候 就看看这个龟壳吧 大乌龟死后 阿翔便保存着他的龟壳作为纪念 有一天 他的伯母看到了这个龟壳后 显得非常兴奋 阿翔 你这个龟壳是哪里来的 这只龟 应该活了有上百年了吧 你知道吗 将这龟壳磨成粉 配上草药熬汤和 可是能长寿的 伯母 这只乌龟本来是我养的 可惜前几天死掉了 这个壳是他留下来唯一的东西 我怎么能将它毁坏呢 阿翔 这不过是只乌龟罢了 你有必要对它这么好吗 竟然连它剩下的壳 都不愿意破坏 伯母 你不知道这只大龟 多么通人性 每次我看到龟壳的时候 就感觉它好像还在身边似的 阿翔真是孩子气 龟都死掉了 留着壳又有什么用 不如拿来熬汤配药吃的 这样更可以滋补身体的 阿翔的伯母 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龟壳 终于有一天 他趁着阿翔不在家 偷偷地把龟壳底部 靠近尾巴那一小部分 切了下来 配中药熬汤喝了 嗯 这样一来不仔细看的话 就看不出龟壳缺了一块 伯母 他一直在打龟壳的主意 真伤脑筋啊 他一直以为 用百年老龟的龟壳熬药来吃 便能长寿无病啊 我们可要好好劝劝伯母 那只大龟是有灵性的 哪怕是吃他的壳 也是会遭到报应的 哎呀 他们回来了 哎呦 好痛 好痛啊 伯母 你怎么了 我的腰 好痛啊 快 赶快扶着伯母 去医院 阿祥的伯母 喝了龟壳汤后 竟然会 没有任何征兆 突然摔伤了腰 巧合的是 他割的 还是龟壳的尾部 这难道 不是因果报应吗 俗话说 吃人半斤 还人八两 伤人害己 真是公平回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 慈悲与爱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波罗讲座》 各位法师菩萨大家好 我们继续跟各位讲解圆绝境 我们先翻到38月 我们商谈课跟各位讲解 到了这个普贤菩萨 他问了世尊几个问题 问到所谓的以幻修幻 是否能够成立 那么他还谈到了 假如以幻修幻 能够成立的话 身心是幻 境界也是幻 那谁在修行 谁又能修行